人事资源,不用担心太多,一些低端行业,或越来越多的各种档次的行业工作岗位被AI拿下,不见得是坏事。 一,从安全角度,开始肯定有问题,但长久看,会好于人类。 二,我看过一篇论说,人类会长寿比现在多一些年,人类会强壮,比现在力量和抵抗力大一些,经验其实是个好事情,能干的人可以多做一些,做久一些,做得还好,未来可以逐步如此。 不需要每个人都全职工作,人类最大的问题反而是伦理、情感和心理疾病。 比较健康的人,有能力的人,有意愿工作的人,可以多做一些,有些人是愿意做事的,生命应该轻松平均120岁,高端可达到160,甚至极端200,不算很难。 工作年龄可以达到80岁,甚至再长一些,工作人员比例不需要如现在,有5%至10%的人工作应该足以,一些当前的价值体系。 即使可能会有变化,倒不是共产主义说的各取所需,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。 当然这只是一想,但人类社会多次变革,技术革新,跨时代,阶级变换,但阶级会一直存在。 所以,AI拿走些工作岗位,没啥,不需要太担心,从当前的价值体系。 社会构成,当然会想到失去工作的人怎么办呢? 有没想过农机代替镰刀?有没想过飞机替代牛马? 其实这种变化自古有之,火的掌握,弓箭,铁的运用,甚至马脚灯子,电,蒸汽,药物,和很多很多。 人类一直在变化,在往前走,掌控好AI技术。 很关键,就和掌握好火一样,掌握好核武器一样,并非黑白分明。 中间可以说很多灰色地带,弯路,被利用,或错用,但大体上会为人所用,对吗? 反过来,每次科技变革,前冲,社会工作架构,收入来源,都会变换,阶层会近乎永久存在。 不要妄想这个会有所变化,但阶层也会变换,只是存在。 人类社会,价值体系,心理预设,很多事情会慢慢自我调整,也会有争斗,也会有私心,不可避免。 但在前提日常,调解好收入不堪者,其实也是当前收入可堪者的安全保障,心理和物质上的都是。 其实,学科可以很多争论,但也会相互借鉴并存,没有上帝给我们一个永恒放之四海的定律。 牛顿也不行,爱因斯坦也不行,其实任何学科,从没有固定的一加一等于二,数学也没有,一加一等于二,也是变化中的某一阶段,妥协和运用需要,物理也是,人文,哲学,更加实。